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生一生气都会大吼一声 男生这个时候往往都一头雾水 拍女孩这几个基本点你必须得先记住 一 点击屏幕 对焦在女生的眼睛上 一旦照片失焦 什么功夫都废了 二 都用我们上期节目介绍的九宫格构图法 多拍几张再挑选效果最好的一张 三 注意背景的选择 背景越干净 女生的样子已经越突出 反之背景太复杂会大大影响女生在照片中的形象 也增加了拍好照片的难度 四 注意和女生多沟通 大部分女生都猜不到自己在取景器中的样子 这个时候不能害羞 多和她聊天 告诉她哪里有问题 该怎么摆 把握好了上面四点 我们才能进入正题 如果是从正面拍照 从上方45度角往下拍 会让脸部线条呈现出来 这个道理大部分都知道 但除了每次都勉强用高空低潮的方式 还可以在拍照时提醒女生微微低头 看看这个样子 头是不是瞬间小了很多 很多时候我们都看到女生在拍照的时候 爱做很多姿势 侧面牙疼 正面脸疼 随便拿几个角度头疼 又或者非要把头发披一半在眼前 看上去很特别 但这些都是让脸瞬间变小的魔法 不信你可以看一下下面的对比图 如果你要拍的女生不知道怎么做 照着几张照片教她 绝对有效果 在与多人或其他物体拍照的时候 要牢记有对比就有幸福这个原则 尽可能找头大或者硕大的物体放在女生旁边 这个也是最简单 直接显脸小的方法 而当女生要与多人合影的时候 切记要把女生放在中央的位置 同时让她稍稍靠后站 这个时候次要的人士可以安排站在两边 再利用广角疾病的原理 让旁边的脸出现微变形 凸显出女生的脸又小又美的效果 我们现在来展示一组小脸美女的照片 你能看出当中的奥妙吗 如今很多女生的另一个特点 就是永远都觉得自己胖 又莫名其妙的希望能在照片中显瘦 这个时候摄影师的压力可大了 所以我们的学学拍照的技巧 很多初学者帮女生拍半身照时 都很喜欢凭直觉 从腰部一刀切开始拍正面 其实这样拍出来的照片 一方面显得很呆板 另一方面又很容易暴露出 女线的腰部线条 最简单的办法 可以将相机微微朝侧面移动 或者提醒女生稍微斜身在看着镜头 这个角度能出现的都出现了 不该出现的都看不见 看看效果是不是好很多 很多单纯的女生在拍照的时候 最喜欢双手紧贴着身体拍照 其实这么一摆 手臂的坠肉会因为挤压 而显得格外肥大 变相显胖 我们再来看看 手臂离开身体后效果是怎样的 哎 甚至差距很明显 当碰到给坐着的女生拍照时 同样的正面拍的端端正正 也没什么意思 这个时候 可以半蹲着 与女生坐的位置平行 并从侧面拍女生 让女生微微扭头 看着镜头 通过身体侧面的线条 来遮挡任何一个部位 都有可能出现的坠肉 还有的女生 天生比较粗犷 喜欢席地而坐 让你拍照 这个时候 你可以教她双腿并拢 屈膝直面镜头 做出小腿痛 脚踝痛的动作 利用小腿的长度 同时挡住大腿和腰 把这两个肥肉重灾区 彻底掩盖起来 上一期节目 我们介绍了 应用广角积变的方法 让女生变出大长腿 这一次 我们将继续发扬光大 这一魔法 不用PS 让身高1米6以下的女生 在你手中 都像Super Model一样 很多女生 拍照时候 都采用这样的姿势 其实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为了显腿长 但并不是说 随便这么一站 腿就一定长 摄影师一样很重要 切记 拍腿照 万万不能切脚踝 我们接着来示范一下 这种照片的产生过程 一 提醒你要拍的女生 一脚前一脚后站稳 此时 前脚应该与后脚 处在同一直线上 手部自然放松 或者插在腰间即可 二 最好采用竖屏拍照 三 对好角度 切记一定要正面对准 让前面的腿 完整地展现在镜头里 同时挡住后腿 四 这个时候 需要尽可能地 从下往上拍 营造出一种 女生从天而降的效果 许多女生 一坐下去显腿短 原因还是姿势的问题 这是因为 她们习惯了 凭直觉弯腿做拍照 这个时候 腿部在经过连续两次打折之后 还怎么藏得起来呢 拍这种照片 你需要指点一下女生 在腿部抽筋的情况下 从腿部到脚跟 尽可能地伸直 形成一体化的效果 而你还需要负责 从上到下找好角度 确认好了 再点击快门 看看差异是不是很夸张 最后 我们还是来展示一组 长腿美女的图片 再看看她们的实际身高是多少 好了 这一期我们给大家教了 怎么拍女生 大约大家不仅仅学到的东西 同时也祝愿大家春天早日到来 如果你有拍了好的女神照片 别忘了发到我们的社区 plus.zero.com 给我们共享 前提是你已经获得你的女神同意 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已经根据大家的投票结果 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制作 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官网 zero.com 以及我们的官方微博 Zero中国 还有我们的微信号 Zero订阅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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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